嘿 大家好 我是金卡拉斯洋 好久不见 非常想念 刚刚过去的7月10日 在4年前可是一个震惊世界的日子 当时有12个孩子和一个大人 被困在一个长达10公里深的洞穴里 全世界20多个国家 派出了1万人参与营救 经历生死18天 这18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被困的孩子最后怎么了 帮我点赞订阅 好听的故事这就来啦 美赛是泰国最北的一个小镇 在这里有一个小足球队 名叫野猪队 队员最小11岁 最大17岁 6月23日这天 是队里最大的孩子 奈特17岁生日 年轻人嘛 肯定想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日 于是足球小将们 就凑了一笔巨款 700泰铢 买了些蛋糕和零食 大家一起骑自行车 去当地的睡美人山开party 在那里有一个山洞 全长10公里 里面自带天然空调 非常凉快 于是教练和孩子们 就带着手电 走进洞里快乐地探索起来 他们在洞里正玩得开心的时候 洞外顿时下起了暴雨 暴雨聚集起洪水 哗啦啦地向洞内涌入 等到孩子们玩完 原路返回的时候 他们突然发现 这里本来有条回去的路 怎么没了 全是水 完了完了 这下回不去了 当晚六点多 父母们发现孩子们还没回家 他们就赶紧联络足球队的主教练 阿诺 阿诺一听慌了 马上打电话给助理教练 电话怎么打都打不通 非常巧的是 教练阿诺的小侄子在家里吃饭 他也是足球队的 阿诺就问 这帮人到底去哪里了 他侄子就说 他们去睡美人都玩了 我没骑车就没去 这教练阿诺赶紧骑上摩托车 飞奔到洞口一看 发现孩子们的自行车 都还停在洞口 但这时候 暴雨就像洪水一样 哗啦啦地向洞里倒灌过去 人都没法进去啊 完了 赶紧打电话报警吧 6月24日凌晨1点开始 泰国政府开始全面搜救 第一批来的是警察 但警察进去洞里一看 要下水没装备啊 赶紧叫特种部队过来啊 25日 现场一下来了90多名 泰国海豹特种兵 外加840名陆军 4架直升机 还有无数的挖掘机 特种兵开始下水救人 他们就发现 洞里的水路又窄又黑 到处都像锥子一样的岩石 而且水流简直就和巧克力浆一样 全是泥浆 前后左右分不清 这搞不定啊 怎么办 赶紧呼叫美军吧 于是6月28日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空军特种部队 抵达现场 但美军也没有这种救援经验 也是干瞪眼啊 总之 从6月24日到28日 一共5天 救援队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 要救这些孩子 必须寻找一种特别的潜水员 叫做洞穴潜水员 洞穴潜水员 人数只占所有潜水员的万分之一 他死亡率却占了所有潜水事故的50%以上 洞潜呢 不仅是要忍受寒冷和黑暗 还要游过狭小的通道 对人的心理素质要求极高 普通人进入这种环境 会产生一种忧弊恐惧症 因为环境的狭小会导致心跳加快 呼吸不畅 很容易在水里窒息 而专业的洞穴潜水员 却很享受这种于是隔绝的状态 玩这个运动的人 是不是和疯子一样 不要命啊 这不要命是真的 但大部分洞穴潜水员的性格 都是非常冷静的 他们还有一点孤僻 缺乏自信 话不多 还有社恐症 他们就是喜欢在这种寂静的 封闭的空间里 享受那种独立王国 和超越自己的感觉 换句话说 他们就是喜欢玩命的快感 第二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洞穴潜水 必须要有一些特殊的装备 比如水下照明 保暖加热系统 循环呼吸系统 氧气瓶 最好是两个起 还要配备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那就是生命之限 这下了水 必须先不限 如果潜水的时候 限断了 或者找不到限了 那基本上 就永远别想再游出洞穴了 所以啊 没有经过长期洞穴潜水的训练 即使是水下特种兵 也不可能把孩子们救出来 那怎么办 难道孩子们就没救了吗 就在这时候 有一名名叫 Verdon的63岁英国人出现了 当地人都叫他 外国疯狂洞穴人 最近五年 他都在泰国当地探索洞窟 非常巧的是 他还在睡美人洞里 进行了大量的测绘 他听到新闻 就马上跑过去 告诉泰国官员 说你们要是这样下去 孩子们肯定完了 要救人 必须要找到洞穴潜水专家才行 他大笔一挥 写了三个名字 对泰国官员说 必须去英国找到这三个人 瑞克 老罗 还有约翰 这三个人是世界上 顶级的洞穴潜水专家 其中最厉害的就是瑞克 他简直就是教父级的 他自己的氧气循环装置 都是自己手工打造的 随便一浅 就能破世界纪录 实际上瑞克只是一个 退休消防队员 他的技能都是业余的时间 自己研究的 这有一些大神 就是这么厉害 在周末 就能把一项爱好 做成世界水平 这太厉害了 当时 这三个洞穴大佬接到电话 来泰国救人 只报销机票 生死自负 来不来 来 泰国特种部队 这时候已经全面负责 营救计划 瑞克和老罗来到营救现场 这长官一看 哎呀 两个外国老头要下水救人 还没还搞死我啊 于是啊 这泰国长官就发话了 咱丑话先说到前面啊 你们要是下水可以 但别指望 我们给你们收尸啊 不过这种吓唬人的话 对于老手根本没用 第二天一早 瑞克和老罗啊 他们就带上自己的自制装备下水了 就两个人 泰国军队一个也没派 也没拦着 可能就是想看看这两个老头 到底能演出什么戏 瑞克和老罗下水后 发现洞窟中的水流特别急 吸水带起来的泥沙 就像巧克力汤一样 能见度非常低 水中还有很多电线 一旦缠住也就挂了 但是啊 他俩还非常冷静 当他们潜到一个洞穴 浮出水面来 看看有没有人在 突然 有一束光闪了过来 救命啊 救命 孩子找到了 他们定静一看 哎 怎么是四个大人 原来啊 这四个人 是负责排水的工人 他们还没干完活 水就突然涨起来了 路口全都被封住了 再过几分钟 可能他们就要被淹死了 所以啊 瑞克和老罗就一人带一个 让他们咬住呼吸器 赶紧把他们带下水 这次营救 简直是一个灾难 救他们 只要游200米就行 潜水50秒 但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这几个工人 在水里两手乱抓 这个两脚乱踢 头还不停的 这个撞石头 嘴里的呼吸器 还咬不住 差一点儿 自己就把自己淹死了 在经历过这一幕之后 老罗和瑞克 顿时就觉得没有希望了 大家当时可能想不到 当时的水流啊 戴上护目镜 脸只要这么一侧 这个水流就会把护目镜 一下给撕下来 手表还能被撞坏 永逸也被石头撕裂出漏水 搞不好啊 这在水下不是憋死 就是冻死 即使那群孩子们现在还活着 也不可能把他们 从水里带出来啊 这怎么办 所以啊 这几天 救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而天上又开始下起了大雨 水势还在往上涨 情况很糟糕 大家心里就当当的 觉得这群孩子啊 不可能坚持把天 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志愿者 都都撤了 可能他们觉得心里都没什么希望了 而孩子们的妈妈还在洞口外面 伤心落泪啊 这时候超自然的力量出现了 这是真事啊 全世界都直播 相当诡异 孩子被困的这个山洞 叫做睡美人洞 而洞就在睡美人山的脚下 这座山远远看去 就像一个美女在睡觉 这个美女叫做南弄 传说南弄本是泰国国王的公主 当时他爱上了一个放马的男生 这阶级差别太大 国王肯定不同意 所以公主和男孩就私奔了 国王派兵去追赶 最后抓住了这个男孩 把他处死了 而公主悲痛欲绝 自杀身亡 葬于此山中啊 传说公主自杀的时候 还怀有身孕 这个就是泰国罗密欧与朱丽叶 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啊 据当地人说 这些孩子去洞里玩耍 可能是吵醒了公主 公主看到孩子这么可爱 就想把他们留下来 这有点鬼故事的感觉了啊 接下来更奇怪 因为救援的行动没有进展 大家心里都很当当的 而这时候 清迈的一位餐厅老板娘 在脸书上就发文 说她做了一个梦 梦见睡美人公主托梦给她 让她去寻找一位 叫做古巴文春的和尚 要把恩怨做一个了结 这什么恩怨 古巴文春又是谁 老娘根本不认识 所以她就在网上发帖 问网友们 这都是什么意思啊 古巴文春 一个叫文春的古巴人 不对 古巴文春是一位 在缅甸居住的高僧 他其实是泰国人 他在泰国北方和缅甸 都非常有名 据说古巴文春曾经在山里 闭关修行了三年三个月又三天 误出真道 当地人都认为 古巴文春是三百年死去公主的爸爸 就是那个国王的转世啊 在当时 国王见到女儿已死 伤心已绝 这次难道是 睡美人公主的冤魂 要和国王转世做个了结 第六天 六月二十九日晚上八点 古巴文春就被当地的镇长 接到了现场 他们就开始做法 超度睡美人公主 并且被孩子们祈福 就这样念了三个多小时 这时候记者就问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见到孩子们呢 大师就说出了一个预言 孩子们都很好 不要担心 过几天就能见到他们 不过 在这次营救行动中 会有两个人牺牲 这预言很深的 实面实现 我们一会儿再说 就在古巴文春走后 大雨也就停了 抽水工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水位开始下降 水流也开始变缓 到了第十天 一切都准备就绪 全面营救 准备开始 在这里啊 我给大家过一下救援路线 从窦口潜入八百米 进入三号洞穴 泰国海军特种部队 就在这里驻扎 里面有很多补给 设备之类的 这属于中转站 从这里潜水一公里 就到达一个梯子路口 再从这里前两公里 就到达一个叫做 巴提亚沙滩的山洞 这个山洞比较大 地势也比较高 孩子们很可能就会在这里 从三号洞到巴提亚沙滩 一共要潜水两个半小时 一个潜水员 至少要带三个氧气罐 来回就是五小时 在这里潜水 根本没有导航 完全就是在黑暗中 打着手电筒的这种感觉 潜水员心理压力非常大 他们最怕在黑暗里 一不小心摸到一个人 这个太恐怖 他们每到一个气洞 就要游出水面 摘下这个面罩 闻一闻 看看这个 这个洞穴里一般都没什么味道 但是一旦闻到臭味 那就说明情况不妙 肯定有人在这里已经腐烂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瑞克老罗他们就游了大约两个半小时 终于来到了巴提亚山滩 这时候瑞克他们摘下面罩一闻 一股臭味啊 这个扑面而来 他们俩心里一沉 心想啊 这个该来的终归要买啊 但这时候突然 一个光亮在他们眼前闪过 随后就听到有人大喊 救命啊 救命 救命 他们都惊呆了 你看竟然是一群孩子 一个都不少 他们都在 当时约翰都不敢相信自己 他用颤抖的语言 自言自语啊 说要相信 要相信啊 这是真的 这些孩子 虽然已经十天没有吃喝 但是啊 精神看起来非常好 这不太科学 难道有奇迹 事后呢 我们才了解到 这助理教练 当过12年的和尚 非常熟悉打坐和冥想 当他们被困的时候 他就教孩子们 打坐冥想和呼吸 让他们的心情 尽量平和舒缓 如果口渴 教练就带孩子 用舌头 接石壁滴下来的水 洞窟里的脏水 是千万不能喝的 细菌太多了 这石壁流下来的水 是水蒸气凝结的 属于纯净水 可以喝 瑞克他们安慰孩子 和孩子一一拥抱之后 他们就游出洞穴 把孩子们平安无事的消息 告诉了救援队 顿时世界都沸腾了 其实找到孩子 才是救援中最简单的一步 如何把他们带出来 才是真正的挑战 这才是瑞克他们最担心的 但当时泰国军队 以为自己就能搞定 他们就告诉瑞克说 你们当顾问就行了 下水这事儿 我们特种部队能搞定 当时泰国海军这边 先派了七个人下水 结果找到孩子之后 发现养气罐没气了 进去七个 只回来三个 剩下四个海军特种部队 又被困了 这越救人 被困的就越多 这泰国政府这时候 就开始尝试 其他的方法 营救他们 有的人就在山顶上打洞 准备开个天窗救人 有的呢 就在暴力抽水 不过这抽了三天 洞窟里的水 也只下降了一厘米 这时候 瑞克突然想起了 一个冒险的方法 他马上打电话 给澳大利亚的 哈里斯 这哈里斯是一名 麻醉医生 也是一位洞窟潜水员 瑞克的想法是 把孩子们麻醉之后 再从水底下 把孩子们运出来 这哈里斯医生一听 这笑了 他说 如果给孩子打麻醉针 那很可能 孩子们就会把自己 给憋死 比如呼吸道堵塞 鼻子冲洗也堵塞了呼吸 还有这口水也能呛死孩子们 总之呢 这个方法不可能 就在这个时候 泰国前海豹突击队员 志愿者萨曼 在营救孩子的过程中 由于氧气耗尽而死亡 顿时呢 整个救援队的士气 降到了谷底 当时泰国海军少将就说 我们不会再为孩子们下水了 这太危险了 营救的行动就暂时停止了 而这个时候 洞窟里一共困了17个人 12个孩子 一个教练 4个海军士兵 泰国的军队长官们 一直没有搞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特种兵 比不上这几个英国老头 到此时此刻 这海军其实已经退出了救援行动 能下水的只有瑞克约翰这些专业 洞潜潜水员 他们要是不下水 就是没人能下水救孩子们了 当时他们的心理非常复杂 他们就想 如果给孩子们打了震惊计 一旦在救援的过程中 发现孩子们已经窒息的话 那媒体马上就会对阵救援队 英雄们马上就变成狗熊 到最后是什么样的结果 根本无法想象 当时哈里斯医生 已经到达了救援现场 澳洲大使专门上门提醒哈里斯医生 如果给孩子们注射震惊计 而导致孩子们在水里窒息的话 你和救援队 很可能会被泰国法院判处监禁 终身监禁 一声一听啊 这个进退两难啊 这种压力 一般人一听直接就崩溃了 肯定就退出了 但目前的情况下 如果他们不去救 洞穴里的氧气已经不够用了 孩子们随时可能就窒息 另外呢 暴风雨马上就要开始了 一旦下起来 洪水随时就填满了整个洞穴 这个时候 带头的瑞克就说了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于是呢 他们在和泰国政府制定了一下计划之后 瑞克就向世界发出了英雄令 召集曾经和他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洞窟潜水员 他们之中有IT顾问 建筑承包商 气象学家 电工 机械师 他们都来自世界各地 最终都聚集在睡美人山现场 他们都是为了这只有一次机会的世界级救援行动 救援队计划让孩子们戴上面罩 把孩子们从水里给运出来 氧气瓶放在上面 再注射镇静剂 让孩子们睡着 同时呢 再注射一种药物 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可以让人停止分泌口水 这样孩子就不会被自己的口水憋死 救援培训 救援路线 作战会议等等 全都在这几天搞定了 救援行动 明日开始 救援人员全部到位 十名洞窟潜水员分别下水 他们必须快马加鞭 和时间赛跑 瑞克和哈里斯医生四个人 第一批进去 给孩子们注射了全身麻醉剂 并把孩子的手绑起来 慢慢地放入水中 这时候还有队员怀疑孩子的呼吸是否有问题 哈里斯医生就说了 这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这誓死是活 我们都要把他们抬出去 这第一个孩子就下水了 这过了一会儿 在水里他们发现 这孩子全身开始抽搐 把大家都吓死了 赶紧浮出水面 观察一下 好像呼吸是没有问题 那就再来一阵麻醉 继续游吧 接着第二队 第三队潜水员也分别接上孩子 开始下水 有的潜水队员就太紧张了 给孩子打麻药的时候 针头还一下扎进了自己的手里 当时幸亏药水没有打进去 否则这一个小队也都完了 在这几个孩子中呢 还发生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有一个孩子游着游着 呼吸就停止了 脸色变得铁青 大家都吓死了 这时候幸亏哈里斯医生在 他看了看情况 把孩子的头部抬高 打开孩子的嘴 这时候孩子突然就开始了呼吸 千钧一发呀 于是就这样 一个一个孩子们就被送出了洞口 他们都活着 这消息迅速传遍了世界 这一切都还顺利啊 到最后一天 洞穴里还剩五个孩子 但这时候 暴风雨已经来了 瑞克他们一觉醒来 发现打水已经漫到了洞口 他们心里咯噔一下 这必须马上行动啊 否则大家都要在水里被淹死了 这时候救援队员们 看着大水涌入 他们心里真的不是个滋味 他们都在想 我这能不能救孩子们出来啊 我会死吗 我死了家里人怎么办啊 但是呢 他们还是跟着前面的人 一个一个走下水里 就在最后一天 生死一刻的事情发生了 一名叫做克里斯的洞穴潜水员 在水里一手抓住孩子 一手抓着这引路绳向前进 这时候 突然他的手一滑 砰的一下 绳子一下被弹飞了 哎呀 这下可完了 要知道啊 这水里混浊一片 根本看不清 丢了这绳子啊 就等于丢了命啊 这克里斯摸了半天 也找不到绳子 他也不管孩子的氧气 用没用完 赶紧的往前游吧 慢慢的 他发现前面有个洞穴 克里斯以为是救援点 心想总算到了 但是当他浮出水面的时候 却发现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这这完了 真的迷路了 他赶紧检查孩子 是否还活着 还好 还有呼吸 氧气还有 这时候他就在想 也许他俩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这时候 远方突然出现一个光亮 这是最后一个店里的潜水员 Jason 克里斯一看到Jason 喜出望外 这么瞧 他们就在这里稍作休息 集中思绪 再次出发 当他们最终到达终点的时候 所有人都释然了 所有的孩子都成功得救 那种轻松的气氛 简直无法形容 有人还偷偷拿出了自己的威士忌 给大家都买上一杯 全部人一饮而尽 庆祝这一切的幸运 就在他们庆祝的时候 三号洞窟的抽水管道突然爆裂 大水迅速的满上来 救援队一看 赶紧撤 当时呢 瑞克还在想 这是不是睡美人在告诉大家 孩子们你们也救了 那你们就赶紧走吧 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这次救援行动 二十国家一共派了一万多个人参与救援 在全世界英雄们的参与下 不可能的任务就变成了可能的了 这成功呢 还有一个关键 可能大家都忽略了 就是泰国政府的官员领导啊 他们知道自己能力不行 就找懂的人来 这种事情啊 就怕不懂的人下指挥 累死三军啊 孩子们最后都没有事 他们成立了新的足球队 瑞克他们呢 也得到了女王的夹奖 古巴文春的预言也应验了 孩子们安全得救 但也的确牺牲了两位志愿者 一位就是前泰国特种兵沙曼 另一位是泰国军队师官贝鲁特 沙曼是因为窒息而死亡的 师官贝鲁特因为伤口而导致血液感染 不幸去世 我们向活着和死去的英雄们致敬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你问我爱